有機會再過十天要從兩千到破萬 如果我們臺灣一天有確診一萬兩萬 我也不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台北市長柯文哲斷言四月底確診破萬 不無可能 因為光是過去四天 北市染疫人口數激增四點七倍 目前這些所謂中重症或死亡案例 如果要算百分比的話 絕對會比目前中央公布的數字 會更嚴重 比照新北不再公布疫調足跡 柯市長放棄清零 也同步縮小疫調規模 以前是發現有問題的 往前要追四天 疫調從確診日往前追兩天就好 同住家人一定要居家隔離 疫調匡列要視明自己如實招供 疫情大爆發 柯市府在祭出這兩種人的招募令 專責防疫旅館要顧居家照顧全區也同步上線 為了避免兩歲男童確診就醫汗室重演 未來一一九不再區分病況 按照需要就出動了 所以每一個救護車的人員都要把那個病人認為是可能的新冠 感染者 該送醫院就送醫院 陳時中口中的自主應變 柯市長面對疫情見招拆招 進行我們黃宣董佑俊採訪報導